那么今天呢就有幸受到新州日报的特派记者Lily 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采访 嗨Lily 嗨你好 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你来接受采访 我很荣幸可以被你采访 很高兴你可以答应 你认为在社交媒体时代视频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有哪些 有哪些是积极有哪些是负面的 其实这个问题来讲我感觉那个答案是很显然的 对青少年正面的肯定是那些好像比较有温情的 亲情温情然后对社会有帮助的 然后就是可以鼓励人心的去行善去做好的东西 那你讲到负面的当然就是那些仇恨整天在网上骂来骂去 然后做一些很猥琐的动作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网红已经他们是为了流量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所以你看做了很多东西 好像最近那个台湾的竟然跑去做假视频 说新叫KK员里面这样的类似的东西 结果这样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做假 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呢 有时候不是说我们要给他们些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肯定我们希望我们孩子啊 在看社交媒体的时候他们学到是好的东西嘛 但是问题是现在整个市场包括你们好像记者都是一样 答案很显然的就好像今天啊 某个网红他出亏了 然后他做人家的小伤 然后跟郑公吵架吵架吵架 吵得很凶 跟另一个网红 哇他帮助了很多没有的上学的朋友 让他们有得受教育的机会 如果你们以一个记者的身份 你觉得新闻价值人家更愿意去看哪一个 我有比较流量的是那些比较有爆点的 比起那些做好事的 那些可能就小小个column带过就好了 但是那个哇小山跟郑公吵架 可能你们会破到一百集都说不定了 对吗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整个 不只是我们本身想要做什么 是你们媒体跟倾向去报导哪一些重点 所以无形中啊就变成啊 你知道我那个做光华日报之前 那个记者他上面那个经理他跟我讲 他说有时候我 有时候真的是为了流量不要来 其实有时候我看到这样的新闻 我都感觉自己写这些新闻 写到我自己都负面去 我都不想要 even别的报导 报导出来我都不想要去看了 所以有时候就是会形成 为了流量 为了流量 像报馆都好主流媒体都好 我们自己分享出来的也好 已经被那种负面的东西啊 已经掩盖到完 有网民越骂他们越喜欢写 对啊有些网民 喂一百集了还不够啊 啊对 但是往往那个流量就最大 你觉得这样子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嘛 可是对青少年 因为这些大家比较倾向于 比较负面会关注比较负面的新闻 这些你觉得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和行为是有什么影响 那个影响是先而易举的 你不要讲那些东西都好了 单单一个短视频啦 因为我孩子很喜欢看短视频的 你知道单单看一个短视频就可以让他们看到着迷了吗 而且他们的耐性越来越不好 然后他们变成整个人很急招去你知道吗 然后如果你整天那个媒体上面你就是看到哇这些干来干去也能红啊 那些穿着底裤啊在super跳舞在那个什么皇宫前面摇来摇去都能红都能够赚到钱啊 反而你那些默默无闻啊在做着好事在帮助人啊 好像每天自己出钱这样的那些人好像活得并不怎么好哦 所以你会对他们形成一种啊他们的道德的价值观 他们的底线啊他们会越来越低啊 他们会觉得哎我做这样都能红我为什么要做到这样辛苦 对吗拖一拖做一点猥琐的动作还是吊一吊人 我都可以有流量我都可以赚到钱了 就有广告商找上门了我管他什么广告我管你是赌博啊 还是我管你是这些骗人的东西 那这些其实是我们看到大部分是这样 可是现实中你觉得他真的是影响大部分的青少年变到道德 之前去年的时候有一份报纸 学生读完啊 风发出来了最想做的工作就是玩红 你觉得有影响啊 其实已经是在影响着 因为我的孩子小小的好 我还没有拍YouTube的时候 小小讲我要做YouTuber 他们感觉这是一个很容易赚钱 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家自负的一个平台 所以有些人为了流量他可以不择手段 他可以造假他可以做很多 甚至于我的朋友他去到见过一个网红 刚好是人家带他过去的 那些人跟他讲你有话题我们可以相骂我们就可以红了的 你找话题出来不咧 就是造假啦其实 他们就是要制造话题出来骂 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他们骂来骂去 其实人家Block Gang是Abang Addict 所以到最后就是我们吃瓜群众在那边傻傻的被忽悠这样 在你的视频中你讲平衡娱乐性跟教育性 因为如果太沉闷你也会没有流量 我们有一句话讲风流不下流 我们可以搞笑 但是我们不要去到猥琐 我们不要去到 你看很多 even那些几百 刷上百万的网红啊 他们一出口就是干干来干去 他们这个变成他们标配的一个行为跟动作在那边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当他们是偶像在拜 他们觉得哇这个人很真心情啊 他不介意在镜头面前啊 然后那些新器官都拿出来讲 他们觉得哇很真很真 所以有时候我又觉得无形中 他们这样子在做其实在影响着很多 很多很多的人 你本身其实是对这种现象或者是请问你是不赞同啊 听你这样子讲 这其实不由得我们不赞同啦 我们做好我们自己 因为人现在的人就是喜欢看这样的东西 现在的媒体也喜欢报导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全部都是为了流量跟金钱 所以有时候我常讲一句啊 好人是很难做的 因为你做错一件事情啊 你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 然后你终于原形毕露了 但是你做坏人啊 今天我曾经看过啊 哇那些很萎缩啦做到很义励的东西 突然间他有一天他正常一点出来讲的两句好话 那天他就变英雄去了 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就是坏人做好人人家就会 你坏人你做十件坏事哪怕你做一件好事啊 因为人家就觉得你本来就是这样的 pattern了 让人家接受了突然间有一天你正常你讲出人话哦 我对这个人改观了 但是你做了一辈子的好事 你做了一件坏事啊 你也碎烧美咯 这个人都拿我就是在狐狸尾巴跑出来的 所以我给你讲好人是很难做的 然后你还坚持要做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狐狸尾巴 你在创作你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你有考虑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跟成长需求吗 其实以前做的时候没有 但是直到前一阵子啊 我去我的孩子的学校参加一些活动 就有他的同学啊 因为我以为我的观众就是那些比较偏向auntie uncle的 我就觉得那十多二十岁的人 应该不会看我的视频啦 尤其是更小的八岁十岁的 但是我竟然我去在学校帮我孩子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啊 他们这样跑跑跑过来 哎 阿红哥哥我很喜欢看你视频啊 你帮很多人你可以帮我签一个名字在衣服 所以回家你会被爸爸妈妈骂的 不用紧的爸爸妈妈看的签名也会很开心 就是慢慢这样 等一下一两个跑过来 等一下又叫我签纪念车 等一下叫我签 所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视频可以影响到 一些他们思想还没有成形 正在慢慢的要变成 要跨越去青少年 那一个阶段是很重要的 那个阶段你灌输它好的东西啊 它就变得很好 所以我才觉得原来我们的视频也在影响着 这一群小朋友去做好的东西 所以拍每一个视频的每一个阶段啊 你会看到我从开始到最后每一个片段 主要表达的东西它就是渐渐的不一样了 你讲的那个不一样的感觉 你可以讲看一下它是什么从开始到后面不一样 一开始律师跟我讲 帮助古早会延续 他说哎呀他生意不好我们就帮他 开始就帮他生意好 但是慢慢的在拍的阶段的当儿我们会去了解他的家庭背景 从而我们觉得除了帮助这一档小贩的生意 我们可以帮助他整个家庭去改善一些什么东西 包括到最后啊一些公民权啊 一些残障人士的需求啊 然后到最后再接下来我就觉得我希望不是帮助一个人 我希望是可以帮助一个弱势的群体 所以孤儿院我们帮他set up了一个天使汉堡 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在马来西亚 我们应该做的不只是华人的群体 我们应该让人家看到真正我们马来西亚 其实我们三大种族里面都都是和谐的 除了帮助他们之余 我想要表达的是Satum Malaysia 我们大马的各个种族其实都很好 所以每一个阶段在拍摄的时候 我都会给自己不一样的东西 想办法去给他呈现出来 对于那些想要成为网红的青少年 你有什么建议还有警告 当然每个人要成为网红 他们肯定是需要流量的啦 但是我觉得可以的话 不要因为流量而做出太多过火的事情 至少我们做人要保留一定的一些底线在那边 不要为了钱而将自己的良心埋灭了 那你觉得如果因为他们可能还小嘛 现在还年轻他们可能没有很正确的价值观 如果好像他们一旦涉足这些可能黄毒毒这些东西 你觉得他们往后或者是开天未来还是有机会洗白吗 还是因为毕竟这些是比较能赚钱的 其实我坦白跟你讲整个行业 你看有一些网红为什么会在迅速在短期里面赚到很多的钱买豪宅豪车这样子 再说出来给你们看 其实背后主要在支撑他们的呢 都是这些黄毒毒的这些行业在那边 尤其是赌我跟你讲 但是我觉得做人真的是到最后真的是钱嘛 钱对我来讲我不是讲钱不重要 我觉得你当你要开始做网红的时候你那种心态 你不要把网红当成你的全部 你可以有自己的工作 网红我觉得我建议他们从一个part time开始 因为那个时候你有收入支撑你的生活嘛 我也是从这样走过来的 如果今天我一开始就去哇我要做网红 我什么工都不要做我每一天去做网红 当你的流量撑不起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做很多你以前你自己都想不到你会做的事情 因为你觉得哇越界那个流量就来了 对吗我鸟人我在哇做那些很猥琐的东西 哇那个流量就来了 所以你会变成你做到最后 你讲走谁几个呀 不是说你赚不到钱 你做到你自己呀 有一天你看回你自己 这个是你当初你想要做网红 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那你觉得其实网红的身份跟现实的身份其实是一样的吗 有没有重复呢 要问电视机观众的朋友 有在私底下遇过我的人 还有了解我的朋友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啦 我就是 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喝酒的人 这些也没有必要隐藏 然后我的生活就是简简单单 在你的观念中你觉得视频内容创作者应该对青少年有什么样的责任 这个我讲不重要的啦 我都跟你讲 从我的视频我要表达的就是三大种族 我们可以帮助人 我们可以帮助一些弱势群体 虽然我不是很有钱的人 但是我们可以尽一点点的力去温暖 就是我点一个小小的火苗 你们这样接下去点点点点的 这些星星自火可以燎原 但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一个 比较偏向正面的东西 我是看你的那些素人改造计划 其实你讲短短的视频中 好像是什么分钟啦 可是你们背后其实花了很多时间 其实很多天很多个星期 几个月这样子去慢慢去帮助他们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很挖时间 这些全部跟精力啊 你当中有没有遇到最大的挑战 而且你会不会有想过放弃要继续 其实从一开始 因为我有朋友是做导演的 他是在新加坡做导演 他是一起读书的朋友 当我跟他讲的时候 我有可能要拍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讲做不到的啦 你的团队都有个人 两个人 两个都没有经验的人 他是做不到的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我们是有一点接近那个 Aestro AEC那个企业帮忙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很吃力 但是我的人 就是一个比较倔强的人 你越觉得我做不到的东西 我就是要挑战看看 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们那种性格就培养起来 我们是一个很不认识很准的 很固执的人就对了 所以当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我们做到一半我们才发现 原来是要涉及的东西是很多的 要怎样去安排 这些short要怎样去铺排 然后要讲什么对白 那些对白不是 我站着就自动讲出来 那些要经过想 要经过去看那个人的情况 然后才来讲什么话 然后中间要怎样去跟他改 所以开始的时候会很吃力 但是做到最后的时候嘛 因为顺手了 就比较拍摄方面还算OK 就是自己做自己拍 所以有时候你们在视频里面 你会看到嘛 为什么我主持到一半 等一下我拍其他的short 所以我拿着相机在那边拍一拍东西 其实全部就是自己做了 到最后这个总算比较顺手 但是我觉得让我比较难受的是 那些人的一些个性在那边 就是不愿意改变的 OK我大概跟你们分享这样一点 其实我们拍到其中一半的时候 我也收到 Extro AEC企业帮帮忙前一期的导演 他email过我 他讲说这个节目不容易拍 他讲说我们以前在拍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些人是多难搞 你知道我其中一个节目 我是在外播拍摄 我们这样来回啊 驱车来回 我们总共拍摄了十多天 十多天 而且在外播的拍摄会比较辛苦 在于哪里 因为我去到吉伦坡啊 今天如果我拍了 我回到槟城 我还发现某一些short是我遗漏了的 我没有办法借回去 我要付出的那个成本是很大的 我还要跑回去 所以每一天 当我们立刻拍完了 过后有时候拍到 早上六七点 拍到晚上七八点 真的是好像在拍电影这样的 但是我们的制作 没有像电影这样厉害 就拍到晚上七八点回去了 过后很累了 但是我要该拍的三四百个片段 五六百个片段 我要看一下到底有哪一个 应收的好不好 有哪一个东西是已经 没有拍到 没有cover到的 然后大概用粗简的方式 将这些东西喝起来看看 没有遗漏 OK 睡觉 明天再开始拍过 当我们已经拍到这样辛苦的时候啊 我们也没有去跟他们讲 我们跟你们拍很辛苦 但是最基本的东西 一些卫生的条件啊 我们希望你改好的东西啊 很basic的 你都做不好 你不愿意去做 不愿意去做了 过后我们讲 这个东西 please 当场发脾气 做到这样辛苦 东西一丢 做到这样辛苦 做来做什么 我们 我跟chef两个人在旁边 整个jam住 我得这么散服 我你都没讲嘛 耶啦 我们帮你你知道吗 你这样对我们发脾气 而且有一些真的是 利用完你 管了 你利用完你拍了 我当口有生意 我又走回以前的pattern了 我才去管你 因为我们拍 我们教出来的东西 那个是我们的recipe 如果顾客回去吃 哎呦这样难吃的 这是我们会中枪的 你知道吗 是 所以我们的售后服务啊 他们卖了我们的售后服务 我们要去跟进 但是有一些啊 even你要去follow up 他不了你了 哦 所以回到时候会 会气愤 会觉得 做到这样多东西 来帮助你们 没有跟你们收一毛钱 甚至banner那些东西 都是无条件sponsor给你们 designer都请买给你们 换到来最后 你们竟然会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回报在那边 但是也没有想过放弃啦 坦白讲 没有想过放弃 没有想过放弃 因为我觉得 你是一个老师 你不可能要求你教的学生 每一个都是状元的嘛 肯定有一些不及格 肯定有一些学生不听讲的嘛 所以这种心态 你拿捏得好的话 放下 go ahead 像那些网民啊 或者是观众有一些言行 有些是正面 有些负面 他怎样影响你 你要出来拍视频给人家看 你就语着肯定有正面跟负面的啦 正面的我们当成是一种鼓励啦 因为你会看到有时候啊 我们的视频下面有很多 其实很多网友的留言啊 有些写到很好的很多人 他们的文法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哦 写到我自己看了 我都觉得很感动啊 然后就是这一份感动啊 我会觉得我们做的东西值得咯 因为帮助到人了 又可以将人家内心 那个善良的一面给启发出来 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然后不好的留言 我们就当它是一个杜促咯 当然有一些 我觉得 那些是比较过火的留言 就好像我曾经 我看到 我看到有网民他留言 他讲说 我觉得 在视频里面的阿宏啊 根本就是一个人设真实的人 应该不会有人这样善良 所以我是觉得 很好笑的一点是什么 今天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会去相信这个世界上 真的还有好人 明白吗 你本身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你自然而然你会去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这样子的人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内心里面啊 你是住着一个仇恨你是住着恶魔的 你永远觉得这世界上不会有好人的 那些坏人的人设是真的 好人是都是假的 好人都是搬出来的 对 因为他们内心里面啊 因为他们内心里面啊 他们会觉得 如果我去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好人的话 我内心这种邪恶啊 我这个恶魔不是很明显的咯 所以他们宁愿去相信啊 比较差的人去踩他 台湾做一个道德魔人 去道德绑架那一些人 所以他永远啊 那一些人他的心里 他永远是在等着你出球 他永远是在等着你的狐狸尾巴露出来 如果今天啊 我是靠着这个网络做慈善 就好像我在作那个天使厨房 那个 Angelf burger那集 其实那集里面啊 你才看到有一个宝贴罚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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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案 那些char boiler 一大堆那些器材全部 甚至开始的那些roll啊 他们在testing啊 run的时候啊 那边我们已经花了整万块了 那边都是我们团队自己的钱来的 如果那个时候我真的要露出狐狸尾巴的话 我可以把我的touch and go拿出来 哎你们我们真的这个 要用到多少钱啊 你们快点scan啊 快点捡钱啊 如果我要做我早就做去了啦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但是为什么我们宁愿用自己团队的钱 都不愿意 去祈求你们粉丝们给我们钱 我不是慈善团体你知道吗 我靠我自己的能力去做善事 就是这样 我靠我自己能力去帮助一些弱势群体 长期我们这样做下去 我们也不可能去sustain啦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希望有一个大家都可以赢的 就是 这些产品这些食谱 我们把它变成包装 这个也是我今年里面我觉得我应该要去做的东西 把它变成包装 但是包装啊 有些人跟我讲过什么 我们的包装我们可以卖到很贵的嘛 来去人家觉得 你做三四的东西应该卖贵一点 你去义卖会啊 也是卖贵一点的嘛 但是我觉得 不sustain这些东西 就好像我一粒Angel Burger啊 我卖8块9 但是我用好的猪肉 本地的猪肉 你知道本地的猪肉现在多钱 你知道吗朋友 再加上 event他们用的面包都是特别丁做的 特别软 啊那个口感特别好 特别多芝麻的 再加上他们用的mayonese 都是那种q by sweat spare的 都是那种 最top的mayonese 因为我们不希望给人家不好的东西嘛 我们一粒才卖8块9 你知道吗 如果我真的 我要拿这些东西来 做暴力的话 我应该不会卖8块9啦 所以我也希望这些东西 这个价钱 它可以让 普罗大众去接受 然后成为长期的消费者 包括我们要推出的东西都一样的 好像Jacky的富贡面 从不好吃做到这样好吃 我包装出来 我也是跟着market the price 我不会因为啊 他是Jacky 他是我们的 这个东西是有关系到 有一点点慈善的 我们去卖贵一点 我不希望 所以这些东西啊 Jacky的recipe 我们的marketing的行销 再加上啊 大众们 你们可以买到 好的东西 又是reasonable的价钱 我们三个人没有一个人是输的 Jacky除了卖富见面 他现在终于可以做企业了 他的recipe 然后我们这里 我们可以从里面拿到一些赚回来的钱 我们以后去帮助人家 我们可以 更大声 我们不用去求这个 求那个 所以这整个过程 我的理想是 很完美的 但是能不能实现 这个就看这一两年 做人 我也说不要去中人 你明白这句话吗 不要去占人家便宜 他说 赤亏是好事来的 我妈常过讲 这句话也是影响我最深的 现在的社会 大家都不想赤亏 都想拿到好处 通常都是以利益 是不是有一些 事情 你才会有这样深刻觉得赤亏 还有是 一个福 就好像我开始做视频的时候嘛 有些有人质疑没有流量你会拍吗 但是问题我从开始做的时候我没有流量的 今天你去打工 你是奔着 我进去我就要取代这个老板 你才去做工 不是吗 你就是那种很平常心去做 来去 我亏的是时间 跟我一点点的金钱的成本 我觉得 可以帮到人 那一点小小的东西嘛 当作自己是做好事 讲好话 对吗 帮助到人就好了嘛 我们也没有想到 会有今天 110万个粉丝出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 但是我相信啦 你做好的东西你会得到好 我坚信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给这个期限你会做多久 还是 这个啊 只要有一天你的流量是可以帮到人的话 我觉得 持续做下去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 自己 sustain自己的团队啊 这一点 所以你问我做了几时我不知道的 就是看你们呢 你们觉得你们还喜欢看的话 如果我拍这个视频真的拍了 你们会去 帮我完成剩下的 动作就是你们去支持那些小贩啊 去给他们一个机会啊 去test看他们的味道是不是真的好啊 如果你们还愿意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视频 是有意义的 很多网民在等着看 阿红搞这样多东西出来 到最后他要收割我们嘛 到最后如果我不是收割他们 我是给他们更多更好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 持续下去的啦 谢谢你的采访 无所谓 最重要 我觉得可以 帮助到一些那些 正在想要成为网红的人 至少让他们的价值观 可以扭曲回来一点点 做好人永远是很难做的 你相信我 之前你有接受一些采访吗 那有什么东西你觉得你有遗漏 你想要在自己 补充一下 最重要我觉得 秉着自己的良心去做人 做人真的 我觉得一步一脚印是最重要的 因为网红这个行业啊 你不知道你可以红多久的你知道吗 像明星像明星这样你不知道的我突然间 砰一下 你不红的时候 哇你的车还有剩六年了 你要供着宝马一个月三千四千了 你的房屋贷款一个月四五千要还 所以当你那面对那种压力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你不管啦什么广告啦 赌博什么什么来你都什么都 因为你要过生活 所以我觉得尽量不要做这些东西啦 你的生活你可以免贴到越简单越好 好像我之前我跟大家讲 我一个月 commitment 千二块 其实很多人不相信 因为我车工完了 我什么都工完了 我就是剩一间屋子一个月千二块 所以今天如果我没有拍片的话 我也不会死的 那有一些网民就讲我 哇红后谁了 巴萨都看不到他的踪影了 确实最近这两个月我很少再去开当了 为什么因为 这两个月我渐渐的把那个时间 转去做网上的一些销售了 因为你好像我我在视频里面有介绍过 那块布 当你的产品真的是好的时候 一片才两块钱 要人家用到这样好 单单一个伯母给我买过他已经介绍了 一千多两千块的生意给我 一千多两千块极恐怖你知道吗 是五六百片布 所以当你的生意有能力 越做越好 我一天在网上我随便销售啦 我都有四五百块三四百块 我还有必要去巴萨去尊吗 有谁讲说做网红一定要 尊巴萨啦 一定要做到自己很穷很潦倒的样子 我现在网上我可以免练我自己的生活了 我没有必要去尊巴萨了 巴萨有时候久久去一次 所以我觉得 你给 顾客你给粉丝好的东西 他们自己感觉得到的 我也不要因为 今天我阿红 讲这块布讲得很好 他原本两块钱东西 我去卖到你五块钱 我做一个美美的包招 我卖到你五块钱 我觉得 没有必要去做这些事情 这样子 本着良心去做人 本着良心去做事 可能你的成就 会来的慢一点 会比人家辛苦一点 但是你可以站得住脚站得远一点 这个是最后想要给大家知道的 就是这样 OK 谢谢你 好吧谢谢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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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